咚咚咚 徐与所刚刚推算完了 竟是外面 响起了敲门声 大人 在下青山阁管事 紧接着声音响起来了 不见其人 单听这声音就知道 这是个美女 莺莺艳艳 十分舒服 请进 二人呈师徒位置坐好 须手一挥手 房门打开了 一个女子走了进来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鹅黄色的长衣 把这优美的身形啊 显露出来了 皮肤白皙 容貌虽然比不上 骆青城几个人 却也是白里挑衣了 尤其是这双眼睛 戴这么一次 一举一动 就能让男人疯狂 在下青山阁管事 燕流苏 听两位大人 要找在下 不知所谓何事 这个燕流苏 盈盈走了进来 把这身段啊 完美的给展露出来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房间这两个人 正眼都没看他一下 就换作一般人 恐怕早就 心迷沉醉了 他也正因为这样 得到了不少好处 遇到这种情况 他禁不住 还有点意外 但是他也 也是见过世面的 意外以外 随即他就明白了 这俩人不简单 他连忙收了小心思 态度是恭恭敬敬 青山阁 你有多大的权利 现在这么快啊 就认清情况了 须一手 捋了捋胡须 在下虽然年轻 青山阁阁住 是我叔父 拥有阁内 百分之七十 事件的决定权 燕流苏眼神 这么以宁 知道对方这么问 肯定有事要说 所以啊 他联盟回答了 一个如此规模的青山阁 拥有着百分之七十 事件的决定权 足以说明他的地位 很好 我师徒二人 来自清岳峰刘家 我叫刘毅 他叫刘玄 这次想进入天军书院 找个机会 想见见秋盛大人 不知你们能不能 给安排一下 徐月嫂淡淡说了 青岳峰刘家 烟流苏一愣 随即露出惊讶之色 你是说 不错 刚被修罗灭族的 青岳峰刘家 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 我想见到秋盛大人 问问他 为什么要和修罗合作 回我们如界一万年的基业 徐月嫂态度悲愤 这 聂云吓了一跳 不知道对方在那搞什么鬼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青山阁 在军城里面能弄出如此大的规模来 那肯定和如界高层有密切关系 这样说不等于自己往枪口上冲嘛 这事 我不敢擅自做主 想请教一下我叔父 再给准确的答复 还请两位见谅 燕流苏显然 也是一愣 他震惊了一下 之后啊 他咬了咬嘴唇 一抱全说了 我们能来这里是信任青山阁的荣誉 这事 十枚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代表着我的心意 你回去和你叔叔说 我们带着足够的诚意来的 只要青山阁能完成这个心愿 价格 尽管开口 徐月嫂摆了摆手 他闭上眼睛不再多说了 是 结果完美级别的纯灵丹呢 燕流苏的手指是不由自主 颤抖了一下 随即 他推了出去 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九品取修师才能练之 整个儒介就没多少 随手拿出实为代表心意 这种大方程度 就连他见多识广 也是觉得惊讶呀 哗啦一下 燕流苏推出去了 房间继续安静下来 哎 秦月峰刘家怎么回事啊 随手布置了个封印 聂云眉头一皱 这个秦月峰刘家 是我刚才用天机天府推算出来的 是儒介的一个大家族 老祖刘毅 是一位冲击先君不死的老怪物 这个家族这些年 凭借各种交易十分富足 儒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纯名单 是这个家族从屈修塔交易而来的 可以说 这个家族掌控了儒介的财富 徐约早又解释了 求圣尊者归顺 修罗之后是闭关锁国 封锁儒介和外界的通道 这个家族的许多产业都遭受了打击 于是联合上书 不过上书啊 还没来到求圣尊者手里 就被拦截了 而他们家族更是被修罗打击了 一夜之间彻底覆灭 据说只有老祖和年轻一辈最杰出的弟子刘璇 活了下来 不知去了哪里 被四处通缉呢 被通缉呢 哎呀 你我冒充通缉犯呢 你也愿意愣 嗯 我刚才曝出的身份的确是通缉犯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和青山阁有深度合作 凭借他们的力量 身不知鬼不觉 进入天君书院 否则 单凭我们这种陌生面孔 想要混进去 几乎不可能 徐与嫂说了 哎 你的意思是青山阁高层对秋圣尊者 向修罗王妥协也感到不慢 念云不是笨人 转眼之间 他就明白了这个事情的关键 清月风流家之所以被灭了 是因为修罗 徐与嫂说这种身份能和青山阁深度合作 表明了青山阁阁主并不希望如界 郭一顺修罗王 如果要真是这样 徐与嫂的举动绝对是最完美的一步棋 因为是通缉办 所以什么事啊 都需要青山阁给安排 既不露面 又能更好地完成想要做的事 要说呀 姜还是老的了 不愧是天机师啊 果然是老谋深算 先弄出一个不能后退的身份 获取对方认可和同情 然后呢 这才能顺理成章的 让对方替自己办事 肯定不满啊 你没看到青山阁外面的横远吗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表明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 就这种态度 足以说明一切 徐与嫂捋着胡须说了 哦 原来如此啊 刚看到横远的时候 聂云海以为对方表达了 对人生的态度 现在想来 这是故意表明 对修胜尊者的不满 他的作为如界中人 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啊 抓住了这么一个关键点 就知道了对方的态度 然后再冒充通缉犯 这真是一环扣着一环 获得个信任 果然好办法 比自己考虑的周圈多了 想让对方相信 必须有信物 咱们直接说是 清月峰留下的人 他们会相信吗 这正是我要选择 清月峰留家的缘故 整个如界 如果说哪个家族 能拿出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恐怕只有留下 就凭这点 他们肯定会相信 清月峰自信的说 哦 聂云这会算是明白过来 刘家能和曲修塔交易 肯定掌控了 无数不为人知的资源 如果真有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绝对是刘家的 单凭这一点 无需多做证明 就在聂云和须月峰交谈的时候 燕刘苏已经来到了一个密闭的殿堂 他点燃了极是才有的传音箱 刘苏啊 发生了什么事啊 需要点燃传音箱啊 打扰我们闭关 如果不是什么大事 你可要给我一个交代 不是说了吗 只要不是危及青山阁的大事 无需通知我们 你自己处理就好了 说吧 到底什么事 传音箱点燃不到二十个呼吸 房间已经来了六个人 每一个都是王先进的实力 尤其是坐在最中间的中年人 那更是达到了半部先军镜 一个不太起眼的青山阁 居然有这么多高手 这即便是在儒介 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流的实力 诸位 请看 燕流苏没解释 手指一弹 须与所给他的十枚纯灵弹 就分别对众人翻译了过去 这六个人满脸疑惑 接过灵弹呢 就看了一眼 同时露出惊讶之色 实力最强的中年人 看了过来 用疑问的语气 他问了 请月封李无家 是 燕流苏点头了 他们打算做什么 中年人不宜有他问的 他们想要混进天君书院 找秋盛尊者 燕流苏说了 找秋盛尊者 肯定是想将他们的事情亲自和尊者说 看来他们对儒介直接投降修罗王 也有很大的意见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倒可以理由一下 中年人柔柔眉心 他立刻领悟了虚语嫂的意思 他缓缓说了 刘家的人不是被通缉吗 怎么还敢来军城 燕苏啊 你确定他们是刘家的人 突然一个老者问了 是不是刘家的人 亲眼见了就知道了 刘苏你把他们请过来 中年人对着刘苏摆了摆手 是 燕流苏走了出去 静世之内 聂云虚语走 正在这儿商议具体计划 燕流苏啊 就走了过来 听青山阁阁主要见他们 知道事情已经基本上按照设计的方向发展 二人站起身来 跟在燕流苏身后走去 聂云身为晚辈自然是跟在虚语手的后面 儒介最讲究礼仪廉耻 晚辈绝对不能和前辈并肩走 这是规定 也是礼仪风范 伪装儒介的人这点做不到 很容易被发现 果然燕流苏是悄悄观察 不宜有他呀 是暗自点了点头 很快 来到了刚才密闭的大殿 看清楚了 这殿里呀 居然有六位王先进强者 聂云也是一惊 之前来的时候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他并未用灵魂扫尸 并不知道一个小小的青山阁 会有这么多高手 当然了 这些人在别人眼中 算得上是高不可攀了 真要是出手 千分之一呼吸都不用 就能全部捏死 我与刘家老祖有过一面之缘 你们到底什么人 敢伪装刘家的人 一见到这二人了 坐在中间的燕淑 是突然大声说了一句 伪装刘家的人 看来阁主没打算 与我们合作 你去找你认识的刘家人吧 告辞 居宇走面容不变 转身向外走去 且慢 二人还没离开房间呢 喊声就响起来了 这燕淑啊 站起身来 据我所知 刘家的人几乎都死了 你说你们是刘家的人 空口无凭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 我们实难相信 证据 拘于走大手这么一周啊 空中瞬间就飞出 数千枚纯灵丹来 在空中飞翔 散发出精纯的灵气 不知道 这算不算正确 啊 这些都是完美级别的 纯灵丹啊 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对我们突破 有极大的帮助 要是能得到 十年内 我们绝对能够 突破到半部 现军境界 没错 整个儒界恐怕 只有流气的人 才能拿出这么多 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看到陡然飞出来的纯灵丹 大厅里的众人呼吸极粗 诸多老者 眼睛都红了 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你别说对 王先进强者 对先军 都有作用啊 如此珍贵的东西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 一下看到 拿出这么多来 就算是这些人 心思沉稳 也禁不住 露出贪婪的光芒 怎么 你们是想把我们两个杀了 不但要抢走 须与走 冷笑一声 身体一晃 强大的气势 是释放出来 他没释放出 本身的实力 而是伪装成啊 冲击先军不死的 老怪物的样子 哎呀 刘兄过滤了 我们青山阁 明明白白的做生意 不会做这种事的 虽然心中贪婪 但是感受到须与走身上的气势 一个个把浴火都给浇灭 他们也知道 有些东西能抢 有些东西不能抢 燕书眼中是光芒一闪 打破了将军 他笑了说了 明明白白的做生意就好 我只想见求胜尊者 如果你们能安排 这些纯灵丹就是你们的 完成不了 一拍两三 我们在找另外 能做到的地方 反正我们留下 只剩下我们两个孤家寡人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须与走一股傲然之意 是跃然而出啊 一个连家族都破灭的人 他有什么可怕的 最多就是一条命罢了 不得不说呀 须与走伪装的吉项 就算是聂云都忍不住 有些相信 他是刘家的人 刘兄说的哪里话 这件事情我们答应了 不过 秋圣尊者受伤了 去天军书院的名额 锐简 就连我也没有办法弄出来 只有天军拍卖行 才有资格拍卖 想要获得名额 只能去那里拍卖 所以 验书一脸犹豫 这个简单 我们俩的身份不方便露面 希望 以你们青山阁的名义 把这名额给买下来 需要多少纯令单 我刘家虽然落败了 恐怕还是付得起的 举一手大手一挥 一付啊 财大气粗的样 以刘家的财富 的确有资格说出这话来 好 有刘兄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对了 拍卖会就在今晚 刘兄 有没有兴趣去一趟 到时候 我会好好安排 绝对 没有人能够发现 验书一看 对方如此豪气 心情大好 他连忙说了 嗯 那好吧 我们就去见识一下 顺便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需要购买的 须与手点了点头 原本在聂云看来 非常复杂的事情 很快商议完了 能如此容易 不得不说 完美级别的纯令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聂云两个人 重新又回到了静世 青山阁密室 再次进入了沉门 这二人 是刘家的人不宜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 有两条路可走 轻轻敲着桌面 这艳书打破沉寂 脸色低沉 诸位长老听到两条路可走 全都抬头看了过来 哎 哪一两条路啊 你个老者问了 刘家 是修罗势必要灭杀的对象 如果我们以迅雷不及仰耳之势 把这二人杀了 然后送给修罗 不但能将他们身上的宝物掠走 还能得到一大笔奖赏 艳书缓缓缓说了 这是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 就是和他们合作 用尽最大努力帮助 然后从中获得好处 符合我们商人的本质 这两条路 你们有什么看法 该怎么办 将他们击杀 抢夺东西是好办法 但是一旦消息要泄露了 咱们青山阁不但名誉扫地 还会平白的得罪一个刘家 怕什么 富贵险中求 刘家现在就剩下这两个孤家寡人了 得罪他们又怎么样啊 要是成功了 咱们青山阁的资产 绝对会一夜膨胀 咱们也能顺利晋级 半步先军径 实力大增 我觉得不如动手 想要获得利益 哪有不冒险了 实在不行 咱们可以和修罗合作呀 大不了到时候啊 得到的利益 平半分 我觉得不妥 他们二人既然敢只身前来 用明目张胆显露财富 肯定有不为人 知的手段 我怕咱们动手 不但没有得到好处 闹不好 还会全军覆没呀 众人立刻就分成了两个阵营了 也不理会两种观点的争吵 艳书继续敲着桌面 他的眼中闪过厌恶之色 这些长老啊 是世卫素残 真正决策的时候 没有半点忧愁 这不知道就这种至上 如何修炼到如此水平的 他摇了摇头 手指抖篮停下来 他一抬头 看向站在一侧的艳流苏 流苏啊 说说你的看法 周围一下静起来了 众人的目光七刷刷看了过来 艳流苏年纪不大 却能对青山阁拥有这么大的长通权 足可以知道了 他对事情的判断有着独特的看法 绝不是这些只会修炼的长老 能够比的 我觉得咱们应该走第二条路 而且还要做得更好 主动和刘家这位老祖搞好关系 艳流苏修长的睫毛眨了几下 眼中带着睿智的光芒 哦 有什么根据呀 说来听听 艳书知道 他敢这么说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脸上露出满意的中帽 这是青岳峰刘家破灭时的资料 各位可以看一下 艳流苏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手指一点空中出现了一个光芒 上面带着文字 修罗八大半部先军强者 联合围剿青岳峰 刘家覆灭 只有一行字 字数不多 让人有些摸不清头脑 这个消息 我们早就知道了 你再说一遍有什么用 一个主张第一条路的长老冷横一声 这话虽然断 却是隐藏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不理会这个长老的话 艳流苏受洗光目 向前一步 环顾一周 我们都知道 修罗的血统比人类高 能够越级战斗 修罗的半部先军 一般冲击先军不死的人类都难以战胜 这一点你们应该都清楚吧 这一点当然清楚 修罗战斗力很强 这是不争的事实 要不是因为我们没获得希望 求胜尊主又怎么可能投靠修罗王 刚才说话的老者说了一半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陡然停下来了 脸上露出惊恐之意 声音尖锐 像是被一只啊 捏住脖子的鸭子 看来你也想到了 看到这个长老的表情 艳流苏清笑一声 略显妩媚的容貌 让所有人是心神的 都这么一当 不得不说这个女人呢 不但拥有超人的智慧 容貌更是美丽的可怕 八大半部先军级别的修罗 同时出手 肯定早就布置了天意无缝了 结果 还是让这位刘毅刘璇逃了出来 而且看样子 并没有什么伤势 当然 也可能是伤势已经恢复 即便如此 足以证明这两个人 保命手段极强 你觉得我们一起动手 会比八大修罗更强 能留住他们吗 这 听到这种分析 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脸色是同时一僵 他们虽然都是王先进的实力 但是和半部先军修罗 差的不是 一兴半点啊 后者都没留住这两个人 让他们留住 无疑是吃人说梦 刘家全盛时期 在诸弃的地位可想而知 修圣尊者或许早就知道修罗动手了 他是碍于修罗王的面子 他不敢多说 但是如果我们动手没有成功 反被对方逃走了 你们觉得修圣尊者知道之后 会怎么做呢 燕流苏继续说了 死者 求圣尊者为了平息 其他书院的胡思乱想 或者做样子给别人看 也会拿我们开刀啊 把我们青山阁一网打尽 证明儒介还在他的掌控之中 不能自相残杀 说到这儿 刚才主张第一条路的长老脸色都编了 修圣尊者会不会这么做 我们只是猜测 但是我们真要对这二人动手 恐怕还没等到修圣尊者出手 就会全军覆没 燕流苏吕的绣发就缓缓说了 军城的守护何等严密 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心里明白 如此严密的情况之下 他们不但光明正大进来 还来到青山阁 不被人发现 如果没有足够的底牌 你觉得他们真的想找死吗 所以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位刘毅目前的修为 只是装的 真正实力已经突破了智库 达到了先军境 这 听到这个分析啊 众人全都一身冷汗 修为达到他们这种境界了 对危险呢 都会有预知 有相同实力强者过来 甚至啊 都能感觉到 可是这两个人进入青山阁 甚至来到面前的时候 众人都没有觉察到 足以证明 对方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们 达到了另外一种高度 好了 以后青山阁的事情 全权由刘苏负责吧 任何人 再敢说一句废话 别怪我不客气 一看众人明白过来了 燕书站起身来一挥手 刘苏 这件事情 你直接负责 不需要通知我了 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如果有人阻拦 直接 处置 是 燕刘苏知道 刚才叔叔故意这么问 是想给自己放权 还让其他人 说不出什么来 他连忙点头了 脸上啊 生出兴奋的胡润 我这就 去办 不愧是得到了 最高的权限 不到半个时辰 一个刘金的 请帖 就出现在了 聂云二人面前 正是天军拍卖行的 至尊卡 天军拍卖行 不但是军城最大的 拍卖行 它是整个儒界最大的 其中的至尊卡 并不是有钱就能够得到 代表了身份和地位 青山阁能够弄出来 足见势力之强啊 这天哪 很快就黑了下来 二人在燕刘苏的带领之下 向着天军拍卖行走去 一路无话 顺利进入了拍卖行 这个拍卖行 的确不是一般人 能够进来的 防御森严 能够参加拍卖的 无疑不是如界 惊天动地的人物 这个拍卖会 由天军书院发起 如界八大书院 都有参加 甚至还有先军强者 亲自到来参加拍卖 进入其中一个包间 燕刘苏解释 当他说到先军的时候 想看看这二人 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更加确认自己的想法 觉得这两个人 深不可测 如界除了天军书院 还有八大书院 跟灵界十大家族 相同的地位 上次去连月阁 找麻烦的大义 大墨和大权 三个书院 都属其中 聂云正在奇怪呢 虚语走了 传音呢 在耳边响起来 如界天军书院 占据中央 其他八大书院 如同地方诸侯 占据了八大方位 这次都有哪些 大神物要来啊 和他解释完了 虚语所装作 若无其事的问 这次啊 具体哪几位 大神物要来 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根据一些 蛛丝马迹显示 大林书院院主 大新书院院主 寻圣尊者 喜圣尊者 可能会过来 燕刘苏的工作 做得非常细致 似乎知道他们呢 会有此疑问 提前呢 就把消息准备好了 寻圣尊者 喜圣尊者 举与手眉头一皱 这次除了拍卖名额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吗 值得他们 这两个老怪物出手了 寻圣尊者和喜圣尊者 是上古活下来的大能 要论起地位 不比当初的 可圣尊者低 都有先军 中后期的势力 别说在儒介 就算在整个天地六道那 都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这种大人物 从来不出现 此时来参加一个拍卖会 未免有点乖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次拍卖的东西 值得他们出手 大人 这个消息 吵得如此沸沸扬扬扬 你们居然真的不知道 听到问话了 这次轮到燕流苏有点奇怪 这次拍卖会 拍卖物品的珍贵 你别说群城 就算在整个儒介 那也是排得上的 只要是儒介的人 没有不知道的 他怎么看出来 丝毫不知啊 我二人一直逃亡 隐藏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知道 跟他疑惑了 须与手啊 冷横一声 哦 是在下独骂了 燕流苏这才明白过来 他吐了一口气 也对呀 一直逃亡的人 光想着能不能保命了 哪有功夫 关注这些呀 这种心思一闪而逝 燕流苏很快恢复之前的 睿智了 这次 据说有一头混沌神兽 幼兽出寿 说到这儿 见二人有些 不明白 他连盟友解释了 混沌神兽 是生活在混沌世界中的 超级灵兽 天生血脉强大 一些神兽 只要达到成年 就拥有先军级别的实力 这一次 虽然拍卖的是幼兽 但要是能将其收养震助 只要养大 就等于多出一位先军的妖宠 所以啊 这个消息传出来 整个儒界都轰动了 居然能抓来混沌神兽的右兽 厉害呀 聂云和须雨搜对望一眼 各自感到震惊 对于混沌神兽二人都不陌生 成年的神兽的确可怕 只不过这种物种啊 稀少不说 还隐藏在混沌深处 能抓住右兽 就算聂云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一头什么神兽啊 心中赞叹一声 须雨走啊 随口就问了 对于神兽他们二人 没有什么觊觎之心 家里有好几头不说 就算买下来 养大了还不知何年何月呢 根本就起不上作用 本来问话呀 就是随口一说 听我都忘了 不过当听到燕流苏说出 这个神兽的名字 二人差点同时跳起来 啊 是神兽熟湖 什么 你再说一遍是什么 二人眼睛同时瞪圆了 哦 是一种叫做熟湖的神兽 我刚开始啊 听到这个名字也觉得意外 不是天地六道存在的生命 燕流苏啊 还以为二人没听过这个名字 觉得震惊呢 却不知道二人兴奋的快要疯了 这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是得来全不 废功夫 释迦佛祖炼制兵器 所需要的三件宝物当中 第一件 是七彩风铃 第二件 就是天君圣殿 第三件正是混沌神兽 熟湖的精血 现在天君圣殿没得到 没想到凡尔啊 先打听到了熟湖的交集 这还真是意外之喜 本来两个人参加拍卖会 只抱了随便看看的心思 除了所谓的名额之外 就没打算出手 怎么都没有想到啊 正巧有熟湖神兽出现 这可真是冥冥之中自由天意 这个熟湖必须拍卖到 聂云队须语手点了点头 开玩笑 能拍卖到 谁还去混沌当中 去抓呀 聂云这边是震惊不已呀 磨刀祸祸 其他包间呢 此时也是个个势在必得 暗自发狠 天字一号包间 是整个拍卖场最豪华的场所 这种地方并非有钱就能来的 还要有足够的地位 此时房间里一共有四个人 其中三个人站着 一个端坐的中心 深邃的目光紧盯着拍卖场 这次 这头书湖神兽 我们一定要买到 有了它 我们书院将会一月超过 其他七大书院 成为天军书院之下第一了 中间坐了的中年人声音冷靡 带着果决之意 是 不过这次 喜圣村者也来了 他们真要和我们争夺 不怕咱们未必能够获胜啊 他身后一个如生啊 连忙说了 哼 他这个伪君子 在天军拍卖行 量他也不敢胡来 我这次带了足足三千万至尊 纯灵蛋 不信他能超过我 中年人摆了摆手 三千万至尊 纯灵蛋 学圣尊者 花这么大的代价 就为了换取一套右兽 是不是有点不值啊 身后的如生 有些奇怪 三千万至尊纯灵蛋 价值之大 无可估量 就算是购买一件 造化仙器都差不多够了 就为了购买这一头右兽啊 非免也太亏了 原来此人就是传说当中的 寻圣尊者 如界 能被称为圣尊者 足以说明地位 你懂什么 混沌神兽 千里无穷 只要给他足够的宝物吞食 很快就能够达到成年形态 到时候 咱们书院多出一位 先军后期的强者 你觉得三千万至尊纯灵蛋 太多吗 寻圣尊者冷横一声说了 是 听到宣斥了 儒生不敢多说了 他连忙点了点头 相同的场景 同样发生在 其他的宝箭里 这次能来参加拍外会的 几乎都是 如界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都想把这头 疏忽神兽收为己用 明面上相安无事 实际上 却是暗流勇动 一旦这头神兽出场了 绝对就是矛盾 对碰之时 宝箭里的诸多强者呀 全都是摩权祸祸 天军拍卖行 显然也不太安静 天军拍卖行 当代的负责人 叫子宫 是修胜尊者的首徒 早就达到了先军级别 一身修为是惊天动地 那是就 师父为什么要突然卖掉 这头书壶啊 当初师父得到的时候 不是欣喜已成吗 打算自己亲自养大了 房间里头有这么几个人 其中一个青年问了 这次师父受伤了 需要大量的纯灵当婚的妇 最好是完美级别的 否则呀 不会下次决定 坐在中间的大师兄子宫 脸色低沉 他缓缓说了 师父受伤 难道是 不错 是那位聂云打上的 师父的受伤啊 就是做徒弟的耻辱啊 这一次师父啊 被迫卖掉熟壶了 无论谁买去呀 咱们都要夺回来 不能让其落入别人手里 至于那个聂云 咱们只有 再找机会 一定要把他杀了 为师父报仇 子宫是冷横一声目光 闪过一道阴狠 这者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天君拍卖行 岂不是威名扫地吗 是啊 大师兄有三思 师父既然决定 拍卖 疏忽神授 肯定不希望 咱们做这种事啊 非什么话 打断众人的议论 子宫是一脸冷笑 我又没说光明正大的强 咱们可以把罪名 弄到那个聂云身上 到时候 群情激愤 或许啊 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这好主意啊 如果能嫁祸给聂云 肯定能让他变成 儒介最大的仇人 到时候啊 争斗起来 咱们完全可以 渔翁得利 嘿嘿 不愧是大师兄啊 果然是好计谋 听到子宫的安排 众人同时笑了出来 没什么可以高兴的 这个聂云的实力极强 害人听闻 凭借他们 肯定是无法战胜 我这么做 只是泼他一身污水 让他有口难辩 当不上什么 所谓的大英雄 子宫说了 对于聂云的实力 他知道的比较多 明白 就算是寻圣尊者 喜圣尊者 这样的强者过去 都不可能是对手 这样安排 最多只能啊 给对方弄些污水 想要造成实质向的伤害 那还不够 其实他的算计啊 远不是泼脏水 就这么简单 一旦这件事要成功了 购买疏忽神兽 被夺走的书院 肯定会和连月哥 那是势不两立 到这个时候 这个书院 一旦突然要消失了 矛头肯定会指向夜运 如果再能好好利用 这种矛盾 调动修罗的力量 连月哥被灭 那就是时间问题 当然 这些计划在子宫的脑子里 他并没有说出来 知道的人越少 效果就越好 天耿师天父 把这些对话听在耳里 捏云并没在意 在他看来 小丑之间的争斗 就算是诬陷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理会他们的计策 此时的聂云呢 正看向拍卖厂的中心 他有点无奈 拍卖会已然开始 本来呀 听到有熟湖拍卖 对这个拍卖会的级别呀 抱有极大的希望 打算在其中啊 逃一些好东西 结果却发现拍卖的东西 说起来好听 实际上对他呀 一点用没有 并不是宝物不好 而是他掌控 驱修塔 连月阁两大势力 这一般的宝物啊 他根本就看不上眼 眼界实在是太高了 这就好像啊 一开拍卖组合器械 是一套半造化险体 险军出席强者 用上都能实力打造 可是对聂云来说呢 随手就能碾碎 还没他肉身坚硬的 即便就是买下来 也就是个废物 而且 只要材料足够 凭借炼宝石天赋 现在的他呀 可以随便炼制的 提不起任何兴趣 不光他没兴趣 许与走 也是兴致阑珊 活了亿万年的老怪物 什么东西没见过 这些级别的宝贝 他根本就看不上 看到二人无所谓的表情 发自内心的 没有丝毫作为 烟流苏更加确认了 这二人不简单 笔牌强大 暗暗为自己的决定感的庆庆 这件龙舟古船 是一件破坏的造化险器 是上古时期 不知哪位大能炼制的 虽然已经破坏了 级别降低到 绝品险器了 却也是飞行的无上力气 底价一百万 至尊级的纯林丹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 就在聂云觉得 没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昏昏欲睡的时候 突然拍卖场传来一个呼喊 他抬头一看 立刻就看到了一艘古船 出现了眼前 这艘古船古旧不堪 从外表上看 已经破旧的差不多了 不过不知为什么 聂云一看 顿时心中就生出 想要得到之感 和北斗星君炼制的 那个东西很像 如果能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北斗星宫 或许能完成他的心愿 突然聂云想了起来 眼前的这个东西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和北斗星君 想要炼制穿越混沌的宝物 有点相似 要是能讲机 给买回来 与之融合 即便是炼制不成 超越造化仙气的东西 肯定也能恢复这只 龙舟果船昔日的威士 到时候 即便是穿梭混沌海洋 也有资本了 一百二十万 一百四十万 二百万 他赶到 一动的时候 外面的价格 已经开始飙升 刚开始增加的很快 逐渐就平稳下来 在三百万左右 就停了下来 这个龙舟果船 虽然看起来不错 有历史的沧桑 毕竟他是破旧的 修炼者 都很见识 没人呢 会去花大件钱 收藏这个 三百万一次 还有没有超过这个价格的 三百万两次 场地中的拍卖师 是个老者 手中的锤头举起来了 如果再没高价的 肯定就得落下来 弟子九号房间 五万 就在喊声快要结束的时候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弟子九号正是聂云的包件 什么 五万 开玩笑的吧 你难道没听到 已经喊价超过三百万了吗 哪来的妄图 怎么混进来的 直接赶上去算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那天君拍外行搞乱 我看简直找死 听到爆出五万的价格 整个拍卖场的是一阵滑然 刚才都爆出三百万了 此时爆出五万来 这不是找死呢吗 不过他的销声还没结束呢 听到了后面的话 一个个直接就变成哑巴了 随即 呼吸急促 是脸色胀红 五万 完美纯灵弹 纯灵弹 纯灵氛围 普通 纯净 精华 至尊 伪完美 完美 六个级别 每个级别的兑换值 大概在十倍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 一枚完美纯灵弹 等于十枚 伪完美的纯灵弹 等于一百至尊 纯灵弹 这种兑换关系 只是理论 实际上 越高级的纯灵弹 价格是越高 更是有价无市 尤其是完美级别的纯灵弹 九品屈修师 才能炼制这种弹药 何其珍贵 别说如剑 就算是天地六道都不多 一下有人拿出五万来 价值相当于 五百万至尊纯灵弹 而且是价值更高 难怪众人都震惊了 这是不是来捣乱的 可恶 五万完美纯灵弹 居然敢说出这种大话 这么多完美级别的纯灵弹 就算取消塔都拿不出来 这个人呢 绝对是在这胡搅呢 这种无事规定的家伙 就应该直接给他账毙 震惊过后啊 是连天的喊声 先军交易的 都只是至尊的纯灵弹 完美的纯灵弹 许多人都不曾见过 陡然有人要拿出五万来 根本就没人相信 弟子 九号报监 你确定是五万完美级别的纯灵弹吗 众人议论 拍卖会负负责的老者听在耳里 呼吸急促他问了 他也是生怕对方信口开河呀 胡说八道 否则天军拍卖会的招牌 直接就得给砸了 老夫有的就是纯灵弹 说五万当然有五万 如果有人想和我争的话 在下继续奉陪就是 薛语所向前走了一步 苍老的声音响彻当场 随即他手指向前一点 无数弹药是喷涌而出 这一出现呢 涌现出漫天的灵气 冲入了拍卖台 漫天弹药 每一枚都是滚圆圆润 散发出让人沉醉的气息来 参加拍卖会的都是强人呢 全都一眼认了出来 绝对是完美级别的春灵弹 没有丝毫问题 呼吱一下 所有人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一个个脸色胀童 随手拿出五万完美春灵弹 轻口气一点不是问题 这人到底谁呀 谁他有这种魄力呀 有没有价格超过五万 完美春灵弹的 如果没有的话 这条龙舟骨船 就是弟子九号包间的 这位大人的了 台上负责拍卖的老者 连续喊了三声 没人超过这个价格 这才让人把这龙舟骨船打包了 给聂员几个人送过来 弟子九号房间是什么人哪 送骨船的人才刚走出房间 子宫几个人就走了过来 回禀大人是青山阁的人 不过 拍买人的身份虽然保密 但那是对外 对内他们想要知道非常简单 不过什么 子宫脸色一沉 这地方虽然是青山阁的人包下来的 那他据说呀 是他们的客人 具体是什么身份 艳流苏小姐并没有细说 我们当时也没有追问 客人 子宫眉头皱起来了 他转头吩咐一声 子源 你把古船送过去 顺便看看青山阁的房客到底是谁 什么样的实力 子源是秋圣尊者的第七个弟子 实力只是半步贤君 虽然没有突破最后一道上海 但是真正的手段施展出来 不弱于一般的先军强者 是 子源接过古船 向着弟子九号包家走去 进入房间就看到了艳流苏了 他开口笑了起来 原来是 原来是刘苏小姐拍摆 如果早知道你需要 直接给你送过来了 看这样子 他和艳流苏早就认识 不是我买 是我的客人 两位你们的龙舟骨船到了 艳流苏可不是傻子 他认出来了子源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笑着解释 不过呀 并未说的太多 哦 原来是二位 不知二位如何称呼 子源把这注意力转移到了聂云二人身上 似乎想要探听他们的底细 买你们东西 难道还必须报上性命不成 徐宇走眉说话 双眼合拢 聂云向前一步是冷横一声 哎 这倒不是 我们只是好奇嘛 子源连忙说了 不是就好 东西拿来 滚出去吧 知道对方是想来打听底细的 聂云懒得废话 手指一弹 子源只觉得也掌心这么一阵 龙舟骨船就自己跳起来了 落入对方掌中 紧接着胸前一阵力量 狂有 甚至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已经出了包尖了 什么 紫源亥然 差点没活活下子 对方这一出手 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太厉害了 没有丝毫攻击力 却让他无法反抗 这是什么实力啊 先军 绝对是先军级别的强者 紫源头上都冒出冷汗来了 能让他如此无力 肯定对方是先军强者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难怪燕流苏小姐亲自跟随啊 这人不简单啊 想到这儿 他连忙啊 向回走去 他回去禀告去了 这边燕流苏下的是花容诗色 紫源什么实力啊 他心中可是相当清楚啊 被如此轻易给打败了 这是什么实力啊 早就高估这两个人了 却没想到还是低估了 背后一层冷汗啊 多亏啊 没听阁内这些白痴的话 要不然这次麻烦大了 你改变主意了 紫源刚离开聂云 耳边就传来虚语手的声音 如果只是单纯获得进入天军书院的名额 然后想办法偷取天军圣典的话 应该是尽量低调 得到名额就走 不应该像聂云现在这样 让前来试探的人难堪了 之所以这么做 只有一个理由 眼前的少年有了新的计划了 不错 如果得到名额进入书院听讲 恐怕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天军圣典 念云直接说了 怎么这么说呀 徐余手有疑惑呀 他问了 进入天军书院 就等于接近了天军圣典 难道这个计划 有什么纰漏吗 计划没有纰漏 像是听到了对方的心声了 念云笑了 关键是出现了变故 求胜尊者上一次的倒计受的伤还没好 他的伤势没好 肯定不可能露面讲道 如果他不出现 就算混入天军书院 恐怕也得不到天军圣典 再说 即便混入天军书院 肯定也有无数人跟在一起 想要单独行动实在太麻烦了 不如冒险一试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 许约嫂可没想到 这件事情啊 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也有些发愣 很显然 他的天机推算之中啊 并未推算出这些来 很简单 我们有足够的纯灵弹 又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治病 我要亲自给修胜尊者治伤 念云冷恒一声说了 亲自给他治伤 屈约嫂都折舌了 真要能给求胜尊者治伤 进入天军书院 那是必然的事 也能更好地靠近天军身边 只是你来一动不明啊 对方应该不会让你治伤吧 那就找机会吧 念云其实他也没有十足把握 只能是见机行事 那好吧 屈约嫂虽然能够推演天下之事 可是对于眼前的少年 却什么也算不出来 或许按照他的方法啊 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什么 你说对方什么话都没说 一直就把龙川 给拿走了 还让你退出了包间 念云这边传音商谈 子宫这边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依照紫渊的实力 让其丝毫反应都没有 这种实力 虽然他也能做到 但他所知的都是一些名人 与这二人相复的几乎没有 有这么多纯灵干 有如此实力 大师兄啊 会不会是清月峰刘家的人 突然人群当中一个人呢 猜测的声音响起来 刘家 就算他们老祖也没这种实力吧 不对 子宫随口就应了一句 紧接着脸色一变 难道刘毅那个老匹夫 一直隐藏着实力 其实他拥有先军级别的战斗力 对 一定是这样 要不然 他怎么可能从这么多修罗手中 还逃走呢 他带走了巨大的财产 如果不是他 青山阁不可能装得如此神秘 看来是吃定这个有钱人了 青山阁把他们当成摇钱树 哼 今天呢 我就让他把纯灵丹全都吐出来 好给师父治伤 紫渊 去吩咐一声 把属狐神兽带上来 提前拍卖 子宫想通了什么 他是冷笑连连 子宫做出决定来 下面很快就实行了 这头就是熟狐神兽 成年之后拥有先军后期的实力 现在还没有认住 只要换养就有可能获得他的认可 成为真正的主人 不一会儿 拍卖台上一头沉睡的巨兽啊 就被推了上来 这头神兽 马身鸟翼 鹦鹉非凡 虽然睡着了 依旧带着凡人不可侵犯的威严 这个神兽的价值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已经明白 起价 八百万 至尊 纯灵丹 每次加价不能少于五十万 诸位报价吧 负责拍卖的老者一开口 就把价格提升到很多人只能仰视的地步 打交了不少观望者的金 可恶 真是太可恶了 子宫这是要干什么 就算是属乎神兽 稀少无比 可只是幼年 怎么一开口就八百万 这未免太高了吧 本来还想出手啊 光是露出底价来 就让人望而却步 看来没希望 听到底价了 整个拍卖场都沸腾了 很多人都觉得脑子转不过来了 有点抽筋 这个价格明显超出想象 让不少人受了刺激 本来 很多打算过来啊 搅浑水的 发现 连水 跟钱都无法靠近 你别说搅和了 一千万 一千一百万 一千一百五十万 果然 伴随着报价的提高 能够叫价的除了八大书院的院主 几乎没人叫得多了 价格提升也不明显 缓慢上升 对他们来说 纯灵丹呢 那可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每一枚都珍贵无比 能不多出冤枉钱 就不多出 不过他们这么想 有人可不这么想 就在价格缓慢 攀升啊 接近两千万的时候 第一次九号包金 开口了 直接说出一个 让他们全都疯狂的价格 一百万 完美纯灵丹 一百万 完美纯灵丹 相当于一亿 至尊纯灵丹 这个价格这么一爆出来 像是龙卷风一样 在人群当中就炸起来了 轰隆隆隆隆隆 所有人的脑子同时炸开了 觉得这是 这又抽了 原本 修有成竹的 喜圣尊者 玄圣尊者 像是被人狠狠抽了脸 全身的是不停抽搐啊 猛的站起身来 到底是谁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 完美纯灵丹 绝对不是真的 我抗议 这人肯定没有这么多的 完美的纯灵丹 别说他没有 就算整个屈修塔 那也拿不出来 两大强者再不顾掩饰身份了 直接从包尖里头冲出来了 飞在空中是面容猙獰 多位 有没有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还请落座吧 我会亲自检验 如果他是虚报数字 一定会受到惩罚 当然 要是真实的 这头熟湖神兽 只好归弟子 九号包间的 这个大人所有了 一看场面有点混乱 子宫飞了出来 他朗声说了 凭借他的实力 和他秋圣尊者第一大弟子的身份 周围混乱的场景 顿时就平息下来 子宫 我相信你 不过 我要和你一起去检验 想必你不会拒绝吧 玄圣尊者冷横一声 我怀疑是你们天军拍卖行 不想出寿 孰湖神兽 故意 来的这一招 我也要跟着检验检验 喜圣尊者 也走了过来 好 欢迎两位 和我一起去检验 子宫似乎早就知道 他们会这么做了 眼中闪过一道冷意 当先向了第四九号包间 就飞过来了 不过还没来到跟前呢 包间的窗户当中 一道光芒闪烁而出 随即无数丹药 那是暴雨一样 向着拍卖台就飞着过去 不用检验了 这是一百万完美春灵丹 你们拿着 回头把熟湖神兽 送过来就行了 暴雨般的丹药 汇聚成灵气长龙 这精纯的气息啊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心神激荡 兴奋不理 这可是一百万完美春灵丹啊 哎呀 居然是真的 到底什么人呢 怎么一出手就能拿出这么多来 听他的声音似乎啊 对这一百万还不在意 呀 好有钱啊 拍卖场是再次沸腾的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一百万完美春灵丹堆在一起就像是一座巨山 矢立在拍卖台上 让人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果然是真的可恶 这到底是谁 谁会有这么多完美春灵丹 不可能吧 人群中感到最不可思议的 要说喜生尊者和寻生尊者 这两个人本以为呀 是天军拍卖行 不想卖 疏忽神兽 故意施展的手段 现在这么一看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啊 人家是真有钱啊 呼的一下 周人吃惊的过程当中 子宫是双眼迷起 他身体一晃已经来到了第四九号报间 纯灵丹已经给了 你还想干什么 见他进来了 你也云须与手站起身来 神色警惕 没想到 刘易老祖好厉害的伪装 好厉害的手段 子宫看了二人一眼也不废话 冷哼一声 说完这句话 他看向聂云二人 可惜的是 没从二人眼中看出丝毫问题来 反倒是从一侧 眼流苏的眼中 看出真经来 从这一点真经 他就知道 自己肯定猜对了 心中大定 刘易 你认错人了吧 须与手摆了摆手 认错人 整个儒介能一出手 拿出这么多完美级别的纯灵丹 除了清月峰刘家 我还真想不到会有是别人 好了 你们得罪的是修罗 和我无关 我不会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 子宫摆了摆手 好 有求胜尊者守徒的承诺 我们相信了 须与手装出犹豫的样子 片刻之后 他一咬牙说了 很好 我就知道是你们 不过 这是有些奇怪 你们千辛万苦 混入军城 所为何事啊 子宫疑惑了 他们好不容易啊 逃脱了修罗的追杀 却重新回到修罗最多的军城来 到底想干什么 要说是为了拍买 熟乎神兽 打死他 他都不相信 熟乎神兽就算再厉害 那也是成年以后啊 现在就是个右手 没有太强势力 本身就是逃犯 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不是找死吗 还能是干什么 不愧是秋圣尊者的首徒 我的目的被你看出来 很简单 我想见秋圣尊者 想亲口问一问 修罗灭我家族 这件事情他管 还是不管 拘手一摔手 想见秋圣尊者 子宫仔细盯着聂云的双眼 想要看出他的真实想法 可惜看了半天 什么也没看出来 他犹豫了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尊者正在闭关 冲击赤天径 不会出来见客 如果你有足够的 完美纯灵单提供 帮尊者突破成功 提前出关 见你一面 也不是不可能 完美纯灵单 我们刘家有不少存货 要能见秋圣尊者 给你又何妨 举手一看对方上钩了 他暗暗赞叹 聂云 这个计划的锐质 好 他是满尽兴奋 脸上去 装出淡然的表情 很好留意大人 不如到我这边详细说说 子宫也没想到 对方如此好说话 他的眼中闪过 一道疑惑 不过随即就被掩饰下去 他大手一招 燕刘苏 你的帮助在下感激 徐云嫂点了点头 看了一次的燕刘苏一眼 他手指一点 一连串完美纯灵单 就飞了出来 这是给你们青山阁的 说完头也不转 跟着子宫身后 是向外走去 子宫是一边前行啊 是一边偷偷观察 当看到徐云嫂 如此大方 随便扔出数五万 完美纯灵单 当感谢 心中不听多嘴 相对于当事人 燕刘苏啊 并没有接到灵单的兴奋 反而带了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眼前这个刘毅 面对子宫 先军的压力 居然是谈笑自主 肯定 肯定 也是一位先军强者 幸亏他们青山阁没莽撞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 现在肯定早就变成废墟了 他们这个藏刺 不是我们能够接触的 回去立刻禀报叔叔 让那些利益凶心的 长老们 别再管理阁内的事物了 要不然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不知完美的春菱丹 收尽丹田 燕刘苏吐出一口气 他心中想到这件事啊 目光之中是充满了坚定 军城 儒界最核心的地方 是大人物玩的地方 哪怕是在别的地方 称霸一方的王先 在这里 你最好在这趴着 因为说不准 你就会碰到先军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啊 在军城生活要低调 还得低调 明白这一点 燕刘苏轻轻离开了拍卖行 生怕打扰了别人 惹上无望之灾 涅云两个人 不知道他的心态变化 此时正跟在子宫身后 来到了一个大殿 殿内已经有几个人站立了 一看子宫进来了 联盟 攻身 这些都是秋圣尊者的弟子 有五个都已经达到 先军级别了 估计这个子宫 还是不放心我们的身份 过来试探他 徐雨走是个明白的 他捋着胡须 悄悄传音过来 嗯 聂云如何看不出来呀 他轻轻点了点头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跟在他的身后啊 跨步就进入其中了 徐雨走猜的不错啊 这两个人进入大殿 子宫就转过身来 一脸笑意 这是我师弟 武师弟 子孝 当年曾有幸去过刘家 见识过他们家 不外传的秘迹 清月剑术 一直自己摸索 不知对还是不对 还请两位给指点一下 子宫一转身 坐在主位上 笑声之中一个青年走了过来 手臂这么一抖 长剑傲空 发出误响 眨眼之间就演化出一道剑影 这道剑影 图有其形没有其意 虽然看起来威力不低 却是带着似是而非之看 很明显 这是偷学来的 并非是正宗传授的 兄儿 你去把清月剑法耍一下 让几位大人过过目 徐雨走 看向聂云 他微微一笑 是 聂云伪装的人叫刘璇 他哪里知道什么刘家的秘籍啊 不过就是凭借武道师 剑道师天赋 就看了这么一眼 能推演出这套剑法的正确修炼方法 身体一线就跳入场中 将修为压低的王仙静 是并止作剑 连续连两下 他的动作和之前紫笑一模一样 但是剑气纵横 还没出手的气势已成了 很显然 把这一招啊 修炼到了大成的境界 好剑法 看到这一招 紫笑是赞叹一声呢 他一转头看向子宫 悄悄点了点头 在他看来 能把这套剑法修炼到如此境界 肯定是刘家的人没错了 怎么 这回相信了吗 我们是不是刘家的人呢 拘手站起身来 他一摔手 刘家只剩下我们两个 勾言残喘 之所以冒险来到军城 就是想亲眼见到求胜 亲口问他一句 我们刘家为如今做出不少空间 到底犯了什么罪 说灭就给我们灭了 刘老爷子 不要这么大到我去呀 刚才那样做呀 只是小心罢了 你们刘家出现如此变故 并不是求胜尊者的意思 我师父啊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一见须与嫂的表情 子宫确认了身份 见他脸色不好看了 他摇了摇头 诶 实不相瞒 师父他老人家受了伤了 此时正在闭关呢 对你们刘家的事 的确是一无所知啊 如果知道 绝不可能让修罗 如此胡作非为呀 求胜尊者受伤了 须与嫂装出一脸惊讶的表情 是啊 找你过来详谈 其实是想问问 你有多少完美的纯灵弹 放心 只要你能让师父的伤势恢复 我敢保证 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公正的处决 还你们刘家 一个公道 子宫连忙说了 这样啊 我家族破灭了 所有纯灵弹都在我身上 应该是够用 不如这样 你带我去天君书院 我要亲自见求胜尊者 只要见到他 我会把身上所有纯灵弹都贡献出来 见不到他老人家 恕我无能为力 须与所摇头了 这 怎么 难道还怕我对尊者不利 就算我想动手 也没这个实力吧 须与所摆了摆手 这倒是啊 子宫点头了 对于他师父求胜尊者的实力 那他还是比较心服的 即便现在受伤了 天地六道 能够胜过的不超过一手之数 而这几个人当中很明显 没有眼前这个留意 对了 我还有从曲修塔得到的木生之气 如果你让我见求胜尊者 我会直接把这道气息交给他 让他恢复伤势 须与所下了个猛药 啊 有木生之气 好 子宫眼睛亮了 再没有半点流域 两位现在在这里等着 我去安排一下 然后就带你们去天君书院 说完 说完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伴随他离开 之前的子孝子渊 紧跟了上来 师兄 就算他们是留家的人 看样子啊 这怨气不小 难道真的要带他们去见世尊吗 万一他伤害世尊怎么办 二人露出担忧之色 放心吧 伤害世尊 他们还没这个担子 刚才的话 这是怨气罢了 子宫淡淡一笑 他嘴意一白手 对了 你们把那熟湖神兽带过来 同时宣布 已经被人购买了 把那熟湖带过来 这家伙已经愿意 拿出完美春临单了 为什么还要把这头神兽给他呀 子孝不解呀 把熟湖带给他 有两个好处 第一 天军拍卖行的名声不会毁坏 同时啊 能获取他们的信任 一二 别人都知道 熟湖在他手里 你觉得一照 寻圣尊者 喜生尊者的脾气 会怎么办呢 子宫冷笑一声 嗯 寻圣尊者 喜生尊者 都不是省心的主 直到熟湖在他手里 肯定会前来抢夺 只是这样 不就耽误给师父治伤了吗 子渊呢 非常疑惑 如果我们先给师父治伤 伤势完好之后 再让他碰巧 就碰上 终于明白过来 同时伸出大拇指 师兄高见 厉害 绝对厉害 至于熟湖神兽他一死 师父再次收回来 肯定没人敢说什么 这叫一师二鸟 一分钱不用花 就解决了这两人 不但得到好处 还赚取好名声 不愧是大师兄 深谋远虑 我等佩服 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 还不快去 听到赞扬了子宫 看了一眼大厅里 逼得算计的两个人 还在一脸茫然 嘴角扬起来 二人离开了片刻之后 就把这熟湖神兽 给带过来 两位大人 这是你们刚刚 拍买的熟湖神兽 我们天军拍卖行 一向是诚信作诗 还请收好吧 带着熟湖神兽 走了过来 子宫是一脸笑意 轩儿 把神兽收起来吧 薛约走 虽然没有天耳师天父啊 他无法听到他们 这些计谋 他是人老成精啊 再加上天机师天父 早已经推算出 七七八八 当下他一笑 吩咐聂云了 是 聂云上前一步 灵空子了一抓 巨大的熟湖神兽 被他收紧丹田了 见这个少年 居然能把神兽给收走 子宫显然一愣 不过并未多问 之前他充满自信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阴郁之色 能把这神兽给收走 极有可能有一件 冻天泪的府邸 这点是他呀 所聊不及的 跟我走吧 给师父治伤 越快越好 把这股不舒服 给压制下去 子宫再次恢复 自信的笑容 好 薛约走 点了点头 紧跟在几个人身后 向拍卖行 外面走去 子宫几个人 似乎怕二人 闹出问题来 各自占据左右 有意无意的 把这两个人给包围在内 不过聂云尔人 对他们这种实力包围 根本就不在乎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倒让他们原本 还疑惑的心境 还放松不少了 很快 这几个人就离开了 拍卖行 来到了一个 巨大的院落之前 看了眼前的院落 耳中好像听到了 朗朗读书声 是直冲云霄 四处洋溺着书卷之气 让人有一种 长阳书海 通彻万事的感觉 要说天君书院 是秋圣尊者居住的地方 是如界文化 起源的合计 底蕴最深厚的地方 各种楼阁 那是严格按照辈分 尊贵程度排列 甚至阶梯数 都有明确规定 不能丝毫于悦 随便在天君书院 看了这么一眼 聂云忍不住摇头了 如果说龙族的规矩言 血脉等级压迫厉害 那么如族简直 比他们还要狠 定下的规矩 不能于悦和违背 一旦要出现错误 迎接而来的绝对是 最最严厉的惩罚 两位 这是进入书院的名额玉牌 佩戴上可以自由进入 而不被攻击 子宫笑着递过来 两个不大的玉牌 也有两个人本来的打算 正是从拍卖场买到这个 现在有人白送 连忙接住了就挂在身上了 一进入书院 顿时就感到一股特殊的意念 蒋西笼招 当碰到身上啊 这佩戴的名额玉符的时候 迅速就消散下去 还挺管用的 心中是轻轻一笑 聂云跟在子宫几个人身后 笔直向着书院深处走去 天君书院非常大 却也非常安静 无数树木映照在朦胧的月色之下 一惊迷人 偶尔遇到一两个儒生 摇头对月吟诗 显得十分潇洒 百无一用 是书生啊 看到这些儒生 聂云突然想起一句话 忍不住叹息一声 修罗都差不多占据儒介了 这些人居然呢 还有闲情吟诗呢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难怪修圣尊者做出这种决定 儒介的人 嘴上功夫厉害 真正要动起手来 却个个是胆小如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书院的这些儒生啊 实力 他真就不入啊 随便看到这么几个 竟然都有圣仙王先进实力 由此可见 儒介 总体的实力 还是极强的 哎 师父他老人家 在集圣殿聊上 刘一大人 你直接把牧生之器给我 我转交给师父 纸伤 一旦伤好了 就会处理你们家族被灭之事 很快几个人来到了一个宽阔的殿堂之前 这个殿堂前面呢 光这楼梯 就有九十多层 蔓延向上 宛如是通天之体啊 最上方的横边上 首书三个大字 龙飞凤舞 是气势凌人 正是天君书院最高的建筑 也是秋圣尊者居住的地方 集圣殿 集 最高点 尽头 巅峰之翼 以集圣自居啊 念云忍不住觉得这个秋圣尊者 也够自恋的 我要亲自见到秋圣尊者之后 才能贡献纯灵丹 否则 此事喜悠题了 须约走不买子宫的账 可以甩手 尊者不见人 我这么做 只是不想伤了和解 你难道认为我会 贪图你的纯灵丹不成 子宫脸色一沉 干嘛 到了天君书院就想翻脸 我们现在是孤家寡人 不怕你的威胁 见不到秋圣尊者 大不了我们二人死在这里 不过 我要是死的话 也会当先把纯灵丹给毁了 让任何人都得不到 薛月嫂子们一摔手 眼中露出冷眠之意 她的话带着威胁之意 是不卑不亢 你 子宫眼睛眯起来了 一股杀鸡在心中蔓延 不过 她也是一个成大师的 随即吐出一口气 好 我这就禀告师父 她的话还没说完呢 集圣殿内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子宫 让他们过来吧 声音威严带着一丝 疲倦的味道 正是秋圣尊者 是 子宫可不敢违背啊 两位请吧 当先踏上了台阶 一步一步走了上去 徐玉手使了个眼色 二人紧跟在后面 也向上走去 天君圣典 在这个集圣殿里 一边前行 聂云一边呢 秋秋传音了 他拥有先音师天赋 实力又强 传音也不怕秋圣尊者 发现了 天君圣典 是镇压天君书院 气韵威严的东西 就在集圣殿 最中心要演出 我当年曾见过一次 如果不进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偷走 徐玉手缓缓传音过来 过一会儿 我想办法 拖住秋圣尊者 引起他的注意 你想办法把东西里偷走 然后咱们直接逃出军城 嗯 好 聂云点头了 这次来的目的 并不是击杀求生尊者 而是偷取天君圣殿 一旦要得手 必须迅速撤离 不对 修罗王也在这个集圣殿里 又走上 几个台阶 聂云突然心中一动 他脸色猛然变了 修罗王在这 徐玉手也是面容 也一下寒冷下来 以他们二人的实力 天地六道 能让其忌惮的恐怕 也只有一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修罗王 如果他要在这 天君圣殿 还怎么偷啊 不好偷了 闹不好啊 还会被发现 狼狈不已 放心 按照原计划行事 修罗王应该在修炼 并未注意这边 感应了一会儿 聂云吐出一口气来 感应之中 修罗王并未动他 一直啊 就待在一个所在 应该是在修炼 如果速战速决的话 不会引起对方注意 不过 还是得小心点 修罗王在这儿呢 那就等于拥有数以 亿万的修罗大军 稍有个不慎陷入其中 不死 你得拔层皮 现在没有彻底突破之前 他不想与之正面为敌 毕竟啊 修罗王势力太强了 甚至已经强大到 可怕的程度了 师父 二人正商议了呢 脚下并未停歇 很快就走上台阶了 进入了大殿 这殿堂 宽阔好大 一个人盘膝坐在大殿中间 头上一本书籍一样的东西 悬浮在正上方 散发出光辉 人影正笼罩光辉之下 是双眼紧闭 这 这是天君圣典 看到悬浮在人影上方的书籍 聂云差点没昏过去 盘膝坐着的人影 不用说了 正是修圣尊者 天君圣典就在他头上悬浮着呢 散发光辉 如此引人入目怎么偷啊 就好像呢 想偷走漆黑房间里的明灯一样 除非对方是瞎子 否则 你再转一注意力 这也不行啊 看来只能见其形势 实在不行啊 强行动手 抢吧 徐月嫂也没料到这种情况 她也有点无奈 呼的一下 二人悄然传音 伤定计策的时候 修圣尊者睁开眼睛 师父 这二位是 清月峰刘家的人 听说你受伤了 专门带了完美纯灵弹 和木生之气钱来 帮你疗伤 子宫看出了师父眼中的疑惑 他连忙解释了 清月峰刘家 多谢两位用心了 求圣尊者笑了起来 念云实力比求圣尊者高 伪装起来啊 就连他都看不出来了 还以为真是刘家的人 尊者客气了 徐月走向前一步 我们过来给尊者智商 并不是用心 而是想要问问尊者 我们刘家到底做错了什么 被一夜之间毁灭干净 只剩下我们两个逃出虎口 毁灭干净 子宫 怎么回事 求圣尊者似乎真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啊 他是眉毛一条 但是 清月峰刘家得罪了修罗 数日之前 被修罗灭杀干净 这件事情被修罗压了下来 没有人禀告 子宫哆嗦了一下 连忙解释了 被修罗灭杀干净 求圣尊者脸色难看 过了一会儿 他看向徐月走 这件事情 我也爱莫能助 要怪啊 就怪你们得罪修罗了 你 没想到堂堂如界之主啊 居然说出这话 虚约走 眉毛扬起来了 我刘家世世代代 居住如界 为如界 做出了无数贡献 现在被满门斩杀 非但不替我明冤 反而说出这话 还有什么资格 做这如界之主啊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我们如界 投笑了羞虏 就要降低神分 他们不杀别人 只找到你们刘家 说明你们得罪了他 有此结果 也是咎由自取 愿不得旁人啊 求圣尊者摆了摆手 打断了须与手的话 好 好 求圣尊者 看来我真看错了你 既然这样 我帮你治伤 我治个屁 你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 回我如界 一万年基业 今天我就和你 同归于尽 举手 身躯猛的挺拔起来 他手掌这么一身 一道浑然之气 是笔之相的 求圣尊者 就冲了我去 同一时刻 念云耳中传来的声音 趁乱 把天君圣田 给他偷走 轰隆隆隆隆 已生下 须与手 触手并未施展出 最强势力 而是普通先军的水平 就算是如此 那也非常可怕 力量是漫天冲击 气浪梦见 整个吉圣殿 都在强大气流的冲击之下 是颤抖不已 你敢对我师父动手 招死 没想到 眼前这个刘毅 如此果决呀 一语不合 就动手 子宫脸色立刻就变了 他急忙上前 凌空这么一推 他就想 把须与手的攻击 给打住 子宫也是拥有 先军后期实力 比须与手表现出来的 这个刘毅啊 要强大不少 一招对碰 须与手脸色一红 他连忙后退几步 是须发张扬 气得是双眼透红啊 好 看来你们做修罗的狗腿子 坐上眼了 今天就算死在这儿 如解也不能毁在你们手里 血月走咆哮一声 河神就冲了过来 轰隆隆一声巨响 大殿内的桌椅 是全部飞成起来 在空中炸开了 原本悬浮在空中的天军盛典 在那气流的冲击之下 是摇摇欲追 似乎啊 随时都会掉下来 好机会 念云之道 血月走是故意装作 义愤填庸的样子 他大打出手 目的就是为了给他创造机会 偷走天军盛典 当下也不多说 偷天师天赋 一运转手掌这么一身 向着空中 天军盛典就抓了过去 偷天师天赋啊 并不仅是能偷走 更有余物混珠的能力 只要给他出手的机会 即便把那天军盛典给偷走了 也会同一时间呢 放上一个假的 让人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来 此时整个呀 急盛便是气息混乱 利器乱飞 没人注意这里 念云呢 手掌轻轻伸出来了 偷天之气 立刻就把天军盛典给缠住了 偷走 心中低呼一声 他正想鱼目混珠呢 突然大电轰鸣起来 宛如地震一样 发出洪水来临的咆哮之声 是修罗王 感受到这股力量波动 冷夜云心中也凉啊 他急忙受手了 不能再有动作 这是修罗王的气势 看来刚才的举动 打扰了这个正在修炼的家伙 他就要出现了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的强大 同时都停下来 刚刚停下 一个人影就从大电深处飞了出来 突兀出现的空中 看着下面的众人 无悲无喜 并不是修罗王 而是一头啊 先军巅峰级别的修罗 你们要干什么 不知道打扰我王 修炼的后果吗 修罗面容冷冽 他眼中带着冰冷刺骨的寒意 似乎众人只要敢废话 他就要动手 还请大臣见谅 我会好好处理这件事 还请我王放心吧 九圣尊者连忙说了 态度和之前如界之主的形象 完全不一样 那就赶快些 对了 这个天军圣典 我王有用 我就先拿走了 这头修罗亨了一声 手掌一抓 就把这天军圣典拿在掌心 再次向里面飞去 谁这 看到这一幕 聂云和须手可都愣了 差点没气息 哦 他们费劲辛苦 混到这儿了 眼见天军圣典 就要到手了 没想到 这头修罗快了一步 要把他拿走 简直就是可恶至极呀 可恶 修罗 你不是杀我全家吗 今天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徐约手知道 天军圣典 一旦要落到修罗王手里 你再想拿出来 没可能了 当即他脸色这么一沉 猛的向前窜了出去 一只向着空中的修罗 就飞了过去 一拳就轰击而出 住手 不得对修罗大声无礼 求胜尊者子宫几个人 没想到他会这么鲁马 直接就对修罗动手了 哎呦 拳头下的脸色已僵 纷纷出手阻止 不过徐约手何等实力 虽然依旧没有发挥出 全部实力来 但是对武学的意识 远超重任 他的拳头轰击而出的方向 正是他们阻拦的空气处 让他们眼睁睁看着 没有办法阻挡 可恶的人类 居然敢对我动手 这拳风吸不来了 没把这头修罗给击杀了 只是为了惹怒他 果然呢 一看着人类敢对他动手 这头修罗直接就怒了 前进的身体停下来了 手掌以身力量轻浮 轰隆隆隆隆隆 先军巅峰级别的修罗 相当于半步 吃天惊人类强者 一出手 威力之强 空间都发出轻塌的声音 奄奄修罗 快快喜怒 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 保证给你一个完美的答复 你动手只会突惹生机啊 看到这掌的威力 求胜尊者知道啊 眼前这位刘毅肯定是无法阻挡 直接就站起来了 他双手一挺 挡住了攻击 急忙说了 猛的一动再次引发伤势 他是不停的咳嗽啊 看来在道界受的伤很重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完好吧 好 我现在就看着你怎么处理 不让我满意 你们几个都要受到惩罚 烟牙修罗 没想到求胜尊者会替须与手 抵挡攻击 他停下来了 脸色猙獰 惩罚你妹呀 你个半死不活的老东西 鬼一样的畜生 有本身你来杀我 来来来 你不是能杀人吗 我现在就站在这 来 我就让你杀 须与手一看他不走了 松了口大吃的是放声大骂 他现在必须想办法吸引这头修罗出手 然后才能趁机偷走天军圣点 住口 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求胜尊者连忙大喝一声 脸色阴沉如水 大手一张 一个封印 当头就笼罩而来 把须与手照在了其中 敢侮辱修罗大神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还不马上跪下认错 把须与手给封印了 求胜尊者上前一步 放声大吼 同时手掌向前压了过来 狂猛的力量 那是狂勇而知 似乎啊 想要压着须与手跪倒在地 就这种力量 只要换作普通先军强者 恐怕呀 他真就承受不住 直接就跪倒了 但是须与手 他是谁呀 他可不是普通的先军 全圣旗的求胜尊者 想要生过他 那都难 更何况他受伤了 让我跪下 求胜尊者 看来你已经完全没了 儒生高贵的尊严了 你开谈 讲授礼仪道的 儒生 跪天跪地 跪父母 跪君王 现在你却让我跪一头修罗 穿着宽大 搏带的儒式服装 说话与行动 却是娇柔造作 用这种方法欺骗所有儒生 视你尊长 奉你为胜 就被你当成追求长生 活下去的工具呀 你还叫人吗 你根本就不配做人了 绝与手朗生吼着 气势越来越强 言语是越来越犀利 也不知道是压抑在心中啊 对求胜尊者的怨题 还是伪装的样子 总之是聚聚株连啊 这利剑一样刺向眼前 这个道貌黯然的家伙 如果 想要跪这头修罗 你自己下跪 就算你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下跪 死 则死而 又有何难 将你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 我看 连猪狗都不如 从今天开始 我再不奉行儒教 我要判处儒戒 徐与手每说一句话 求胜尊者脸色就难看一分 说到最后 整个人是瑟瑟发抖啊 体弱晒扛 砰的一下 伴随着他的动作 封印的力量降低下来 徐与手双臂一阵把封印给撕开了 脚下一纵 笔直向着空中的烟牙羞罗 就冲了过去 聂云一起动手 不用他传音了 聂云已经动了 此时的聂云并未发挥全部实力 而是展现出半部先军的战斗力 紧跟在徐与手身后 打算趁机啊 把天军圣殿给偷滚 你给我下来吧你 来到了烟牙羞罗的面前 徐与手右拳陡然轰出来了 刚开始还不强 等到来到了 羞罗跟前的时候是陡然放大 力量沸腾 就好像快要炸开一样 你什么 烟牙羞罗呀 本来他没在乎徐与手 觉得即便就站在原地 让他尽量打吧 都不可能把他击伤了 不过当他看到这一拳的时候啊 这种观念 马上就变了 直到此时啊 他如果再不知道 眼前这个人隐藏实力了 他就不配叫修罗了 他面中一变又长猛然就迎了上来 同时左手一翻 他不天军圣免收入纳乎丹田了 一看他把东西收进丹田了 徐与手脸色一变 他暗呼一声哎呦不好 本来就难以得到啊 被他收走了 你再想得到那可难了 哎 太好了 不过呀 与他的表情相反 聂云看到这个动作 他眼睛亮 兴奋的差点喊出来 须与手 虽然通晓诸天之事 但是对偷天师天赋了解不多呀 以为东西被收进丹田 你再想盗取那就难了 可是对聂云来说 这样最好 原本天军圣典 在明处 想要光明正大偷走啊 还得花费很大的周折 至少要做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房品来 你才能完成 可是现在呢 被对方收进丹田了 等于自己隐藏了光芒了 再想偷走 就会变得容易许多了 不过呀 这头烟牙修罗实力太香了 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走 必须靠近五米以内 距离太远的话 肯定会被发现 想到这点 聂云是急速向前冲去的 紧跟在虚语所的身后 眼见着就要来到跟前了 主手 就在这个时候啊 修圣尊者再次一声大吼 飞了上来 急忙挡在了虚语所的面前 这一下变故 连虚语所都没想到 陡然冲到攻击范围的中间了 也不只是一高人胆大 还是找死 反正此时的二人呢 只要不留守 就这一下 就会让旧圣尊者喝上一壶 你给我让开 徐月嫂也急了 他很想直接啊 给他来一下 把他打死 最后还是想起了多年交情 他手掌一挫 力量收回来了 你看他力量收回来了 烟牙修罗可没这么好心啊 他伸出的手掌 狠狠就印在了 修圣尊者的脊背上 一声催响 修圣是鲜血狂喷 本来他这有伤 此时那更是伤伤加伤 不过呀 他的修为身后啊 虽然伤势严重 倒不至于陨落了 修圣尊者 看来这人你处理不好了 我替你处理了吧 一掌就把修圣尊者给打伤了 烟牙修罗没有丝毫同情之意 他一纵身就窜了过来 一掌向着胸鱼手就抓过去了 师父 你敢伤我师父 可恶 子宫几个人一向以 修圣尊者马首是瞻 此时一看 这烟牙修罗居然打伤他们师父了 怒火一下就涌入脑海 同时是哇哇乱叫 飞了上来 一起出手了 修圣尊者的弟子 一共有六位先军强者 此时一起出手了 力量联合的一块 形成巨大的掌印 那是狠狠向着 烟牙修罗就派了过来 怎么 你们想造反啊 没想到子宫几个人会如此欺心 烟牙修罗脸色一沉 他手掌一抓向着须鱼手的攻击猛蓝就收了过来 他一拳迎向了空中六个人联合形成的手掌 力量如雨啊 两大攻击对碰 急胜变得是晃动不一样 原本找机会偷取天军胜变 结果伴随着修圣尊者受伤 演化成了一场混乱的战斗 子宫 你们全都给我出手 修圣尊者显然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情况 联盟从地下站起身来 是大声吼了一句 他还是极有为压的 这一喊之下 子宫几个人同时停下来 只见他们停下来了 烟牙修罗可没停止 反手一拳继续打了下来 子宫几个人没反应过来 一个个是倒飞出去的 鲜血狂喷神力量为你啊 烟牙修罗半步吃天惊的战斗力 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仙军 能够承受得住的 卑鄙小人 你给我死去 徐月嫂把这些看在眼里了 虽然他也非常不愤 求胜尊者的做法 他只看到这一幕 孩子气得是哇哇乱叫 双眼这么一瞪 再不掩饰实力了 向前一步就跨出去了 是猛然就轰击而来 这一拳带着毁灭的意味 还没来到跟前呢 就把周围的空气 全部给卷了起来 虽然上一次给聂云惯离 让徐月嫂损失了不少实力 但是积累亿万年的财富 那不是盖的 经过短短一段时间调整 实力再次恢复半步吃天惊 此时是爆发权力啊 田地都像被毁灭一样 糟了 你到底是谁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 严压修罗再无知钱沉着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惊恐之意 能打出这种攻击的 肯定不是无名之辈 眼前这个人很明显 他是伪装了 别管我是谁 我是要你命的人 徐月嫂不跟他废话 身体一纵 已经来到跟前 借助全力 空间就像爆炸一样 就是这个机会 一看这烟压修罗被全锋压制的 难以动啊 念云眼睛一亮 紧跟其后眨眼功夫 来到了五米范围以内 手掌猛蓝就抓了 我就轰一下 哥哥 须与走 你们来我这里 没通知我一声 让弟弟没有提前准备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哥哥心事动众而来 看来这次咱们兄弟 一定要分出胜负了 与此同时 突然天地一阵晃动 一个红亮的声音 响彻整个书院 一个人影是灵通跨步而来 修罗王 念云脸色一沉 最关键的时候 修罗王发现了他们的身份 偷不出现了 念云的伪装能力呢 是盖世无数包 你别说求圣尊者 就算是世家佛祖几个人 同时到来 恐怕都发现不出什么 那这遇到修罗王呢 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说这个世上 还有人能够发现 他的伪装 肯定就是眼前这位 此时的修罗王 悬浮半空 双股带着冰寒的冷衣 如同两个旋转的星球 实力略低啊 要看过去 就会被吸引 活活给你吞楼 赤天镜 不愧是修罗王啊 不但已经稳固了 赤天镜的修为 甚至更近一步 达到了赤天镜中期 糟了 看到全盛时期的修罗王出现 没有任何上市 年云知道今天这事啊 难善了了 武动的手指向着虚语手子们一弹 他就把刚通过来的天军圣典 和熟乎神兽 同时送入到了他的丹田里 同时一道力量是撕破空间 你先去找释迦福祖 手掌轻轻这么一推 他就把虚语手给推入其中了 挡在了修罗王面前 恢复了本来的容貌 聂云 虚语手 哪里走 修罗王这么一出现的 烟牙修罗压制消失了 一看着虚语手想走啊 哪能这么容易啊 他一声尖叫枯瘦的手掌 沿着撕破的空间 他就抓过去了 你给我声声吧 聂云一声冷喝 五指灵空五道 见其闪电一样 是划破天球 正中烟牙修罗的胸前 一阵消融的声音响起来 先军巅峰级别的修罗 连火铲火声他都没发出来 直接死了 死了透透的 哥哥 好大的威风 既然如此虚语老头 你就别走了 你也觉得动作快 根本就没让修罗网 有阻挡的机会 浩折脸色一沉 双眼眯了起来 轰然一拳碾压下来 哗啦啦啦啦 这狂暴的一两个 是倾倒下来 虚语手啊 刚跳起空间裂缝 还没走远呢 就感到裂缝像是被封锁一样 像是陷入泥潭的老虎 空有一身本领 是无可奈何了 你还是住手吧 直到虚语手 这会儿要一旦被困住了 坏了 你再想逃那可就难了 聂云指尖这么一弹 北斗剑的是 零空就刺出来了 划出一道彩虹 把这幽罗王的力量 给切开了 同时又臂一震 一股柔和的力量 再次推了出来 快走 喊完了食指连着啊 空间裂缝并拢了 聂云 虚语手的声音呢 从中传了出来 越来越远 直至消失了 追 求圣尊者此时恢复一些了 看了修罗王一眼 牙齿一咬 花开空间 他就要追击 虚语手 跑了 跑都跑了 还追个屁啊 打断了他的动作 修罗王转过头来看向聂云 他的眼中透露出赤裸裸的杀意 聂云 这次就算你不过来 我也会去找你 咱们之间的恩怨 也该有个了结了 你把聂同怎么了 听到这话 聂云并不是害怕 而是心中已凉 他想到一切事 拳头不由自主的捏紧 修罗王和聂同是灵魂共生 他现在敢这么说 而不怕聂同反噬他 肯定已经有了十足把握 能够将其控制 他 他虽然意志力很强 但是跟我比起来 还嫩了点 已经被我封印了 至少在我杀你之前 他根本就挣脱不开 这次 就是咱们把恩怨 全部解决的时候了 修罗王冷笑一声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种笑容浮现在 聂同瘦弱的脸上 让聂云看得是如此陌生 虽然之前和修罗王 也交手过几次 但是始终感觉 有一种亲情 营绕心头 可是现在 这次感觉呀 是荡战无存 彻底消失了 看来修罗王没有说谎 聂同的意志 真的被他封印了 这次感觉呀 是荡战无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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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荡战无所谓的